超級英雄 卡通公仔 股性鮮艷 這些像真度高造型精緻的模型都是3D打印製成品 3D打印技術被財經雜誌經濟學人形容是第三次工業革命 將顛覆傳統的製造業 究竟這種技術要怎樣應用呢? 今次帶大家深入3D打印工廠看一看 上複製打印一件立體物件 首先要在物件上噴顯影劑進行掃描 多角度記錄無據的輪廓 掃描儀就是通過零件 將上面貼上標識點 放在平台上調整精度之後 因為這裡要對焦 它會識別這些點 這些點和每個點之間有關係 然後在色別之後 它就像這裡我點一個掃描之後 它就會拍一張照片 就取到這個面 然後它會取到這幾個點 就會有一個輪廓出來 然後再通過轉它的 就是你轉得越小 它能掃得更清楚 完成掃描之後就可以拿去打印 運用樹枝、尼龍和塑料等聚合物 而制壓和消結的方式逐層進行打印 最終就會構成立體的形狀 部分製成品比傳統工業的出產更加精緻 變化亦更多樣 又是珠海設廠經營3D打印服務的港商認為 3D打印技術因為成本較高 在短時間內都無法取代傳統的製造業 但就可以令到供應鏈更加有效率 縮短落單、製造以至出貨的時間 不同的地方可以製造不同的製造 或者成品 你會將你的庫存大大會減低 庫存就是錢來的 如果現金的產品變得這麼快 你的庫存更加危險 可能由100元變成0元 所有東西現在已經是數碼化了 這個東西 你已經可以用一堆數字 用3D模型 3D模型就是一堆01的數字 已經可以量化了這個東西 3D技術的應用越吹成熟和多元化 在外國誇張到連房屋都可以打印得到 蘇建強說技術上是可行的 但是要打印高樓大廈就暫時未得了 他真的打到給你看 他亦不是騙你的 可能打到一個橋 打到一個屋 但是某一個石設計 不是你現在住 我們看到他的屋高樓大廈 他可能是他拍出來的樣板火 或者他打出來的樣板火 是真的可以的 但是想真正裡面 是不是每個房間都可以打印呢 或者每個房間都可以打印呢 就肯定告訴你不行的 有他的好處就是說 有些很複雜的形狀 他可以用通過3D打印打到 但是3D打印也不是萬能的